是不高兴这个贵那个贵 有的人是觉得说 根本就看得不过瘾嘛 尤其是前两天呢 可能是因为天气湿湿冷冷的 所以呢来看猫熊的人 其实啊根本就 这个远不如预期的人数 那么有人就抱怨讲说 既然没有那么多人 干嘛还一直催我们 一直赶我们 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还有弟弟因为没看够 竟然当场大哭了起来 猫熊团团圆第三天开放见人 一早因为又湿又冷 开始排队的人不如前两天 但是仍有民众 凌晨两点就从彰化 搭火车北上 中南部的朋友 甚至学会用悠游卡 才能比人家用现金买票 早一步入园 因为昨天看你们新闻 排队比较快啊 好啊想说这样子 路口比较快对 才去借他借四仓 8点40分第一梯开放 猫熊团团圆圆 早就忙着吃竹子大餐 等候大家光临 也因为天气变好 出大太阳 尽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光是上午尽管人数 就超出前两天 尤其看到团团圆圆上演 黑白摔脚 又咬又翻 圆长说圆圆可能 三到五月会是发情期 那个圆圆啊 因为他在去年的 这个三到五月的时候 他确实有发出情 不过那个特征还不够 很明显 在今年的话 如果真正发情 圆圆可能会在三到五月的时候 会有大概三到五天之间 会有个发情 会比较明显 团团圆圆 时时刻刻 形影不离 感情真的很好 可是没看几秒 哎哎 玻璃窗前的警卫杯杯 就一直张开双手 挡在团团圆圆面前 请你加快脚步离开 看不够 小弟弟哭了 做父母的 也很失望 看得太时间太短了 要看多久 没有几秒哎 只能在赶呢 目前原方还在跟中华电信洽谈 架式摄影机 直播团团圆圆的生活实况 但这样大笔钞票 只砸在猫熊身上 真的有必要吗 这笔预算 恐怕动物园得先经过 不晓得抨击 中新闻 傅嘉欣 杨爱帝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